我們不會這樣看 當然民進黨他會 反正就千絲萬里 只要有一點點牽扯跟國民黨 他就把你連結在一起 國民黨從來不會這樣 就是說就事論事 整個對兒童的保護 從這個凱凱的案子 到行人 斑馬線 到包括被性侵這種事 這是要很嚴肅去面對 包括修法 可是民進黨就是想方設法 要轉移焦點 然後要崛起政治利益 如果民進黨大家都能像李軍藝這樣 我跟你講今天不會大家這麼冷暖 你看看 我台南那個局長現在還被關 他一次接受性招待是 在疫情的時候 因為那個酒吧要關門 不能營業 然後他到那個類似皮阿羅馬那一種 可以唱歌的地方 就要招待他的人 他叫他把小姐叫到這個地方來 我看了偵查的過程的紀錄 一次叫四個到五個 在台中 我請問你這四五個有沒有未成年的 你們要不要檢討一下 要不要去理解一下 每次不是說被逮那一次 就是他要回新竹的過程在台中過夜 四五個帶幾個出去 我們是不知道的 好像他的身體還不錯 事後還要再買一個洋娃娃 五萬九千三 你看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當時告發的時候就說 因為這是牽扯到公眾的利益 就是官商勾結 那你官商勾結綁了標 然後你又把這個標裡面的 某個部分想要介紹給誰 各位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多嚴重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我為什麼要說 從這個兒少的保護會提到這個 你今天被招待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有跟人家說 越年輕越好嗎 我跟你講你們這種心理變態的 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他到二審 一審被判八年 二審檢判到六年半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交保 鄭文燦那個局長 一審被判十三年 為什麼可以交保 他就是二審你去打 因為你的官司大概清楚了 台南這個陳凱玲 他是二審檢到六年半 還沒有交保 因為太陽能官電 四五百個案都是在他手上通過的 那邊還沒有還沒有辦 所以最後弄到上個月 不是也調了市長過來問嗎 這個後面還有很多的案子 檢調從他的家裡面跟辦公室 搜索了多少影片跟 難道去搜索的那個女幹部 看得都會臉紅 那你們這個不檢討 人家再來幫國民 就算來講個課 我們也經常請董哥來講個課 今天金玉兄如果願意同意 我黨部也可以請他來 因為他有很多問政的經驗 他有很多不同政黨協商的經驗 這是可以讓整個讓社會 讓國家提升的 但他就逆向 他就把你操作成 國民黨跟這個人要連結 那他這個統神講的話 是不是可以達到你可以踏罰他 還不一定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但他就把你講 連結這就是你國民黨的態度 不要來這條 你們的賴清德還不賺錢 你們是要把他創侯520 他就職就歪腳的那樣 像這家你要比較生理 剛才這種幹部你就要生理 沒有 也不能受他突襲 因為他也是毅力發出這個通知 但是行程 院長的行程 基金會就是要做國會外交 今天有美國的貴賓來 就事先安排 不可能去調整 對不對 這是很早以前就已經敲定了 那當然你就表示 你這個基金會要發這個通知 你沒有先確認一下 這個院長本來的行程 我倒相信不會在這裡給他突襲 這樣穿上去你就有夠賺分 你剛才下架把你創成這樣 你黏著他白腳 所以寧可相信就是誤會一場 那就看你們愛怎麼投 怎麼投 因為我想你來問 院長一定有跟你講 這一天我已經排了行程了 所以就等著看 至於這個 林志杰那一天在講話 我在現場 我聽一下 我要講 剛好羅志強就坐在我旁邊 我們兩個面面相去 我們不要講說官員有說謊的權利 不講這個 你今天就是在國會的尊嚴 我們要的 今天每個政黨都可能執政 我們改革這個是說官員來備詢 權利的傲慢 不要不斷的扣散 你只有這樣子 制衡的力量跟執政的力量 才稍微有一點點平衡 整個過程是這樣 今天並沒有針對 國民黨這些提案沒有針對性 也可能很快國民黨就執政了 你願意來備詢的官員 是這種態度對著你 當然我不要去批評 過去八年的立法院 是不是你自己把格局做小了 你變成立法局了 讓這些官員是以取以求 他在備詢的態度上就是這樣 我是沒有在跟你吃這套 不過我跟他們就是 大家對立來論 對不對 那怎麼會 確實那天的話是這麼講的 就是他可以保有這個 綽黃的權利 我等一下一個婚姻 你到國會來做報告 做備詢 讓2300萬人來做公平嗎 你出公論嘛 這樣有利嗎 可以這樣嗎 那這個改革是 為了國民黨量身訂做 不是耶 因為我們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幫人民找出更多的真相 我們要的是杜絕官商勾結 杜絕這些犯罪 你以為很多部長 他們認為反正我政策這樣 下了 我沒有責任 你下面勾結 我沒有責任的 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好像是地方報上來 我給他簽證 你也多好了 沒有整個政策的配套 它上面上來的 你好像你只是被查 或是說因為地方已經先審核過了 整個光電事業就是這樣 你經濟那個經濟部門 你可以沒有事嗎 你可以沒有事嗎 我不知道 都是地方的權責 台電你可以沒有事嗎 再來講到這個課稅 我跟大家講 我看這個要給我們老百姓 12萬以下 12歲以下的孩子 你9萬2 一年你可以養一個12歲以下的孩子 比較小的請你沒有就不夠錢了 大一點的客戶輔導就不夠錢了 所以我們把它提高到13萬8千元 養一年 12歲以下養他一年 13萬8千免稅額 那失能的長者我跟你講 他現在是12萬給你免稅 你家如果沒有碰過這種 長者失能照顧 你無法體會 我們把它提高到24萬 24萬能照顧一個 失能長者一年嗎 遠遠不夠 所以財政部你比較面對現實 怎麼看 基本上不得不 那心得身邊沒有幾個可以用的 沒人 為什麼要今天 這跟馬錫會無關 就是說當媒體已經聞到風聲 有人爆了說 佐隆泰要組閣的時候 假如賴清德今天再不公佈 這個就會有變數 所以你應該盡快公佈 然後讓媒體就去追問佐隆泰 你後面閣演怎麼安排 怎麼弄 從整個名單來看 可以看到說 我想不到 請等一下為什麼會弄這個AI出來 你知道現在AI詐騙那麼多 你的AI內閣 我想我們 你到底是 是找一個高頭軍師幫你建議 還是你自己想的 這個就是賴清德的個性 假如這個一講出來就錯了 他是這樣 我一直講他 他有時候會折善固執的 他的善是自己認定的 夠緊的 在台南也是這樣 他當選還沒有就職 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把台南市市長的辦公的地方 把警察局簽到欣穎 他為了避免好像合併以後 欣穎被邊緣化 原本的縣政府 他剛好決定的那天早上下午來拜會我 我說你這是不對的 你 層抗都會在市長辦公的地方 你把警察局 維護你 警察局拉到欣穎去辦公 他光是開車來到這邊要一個小時 他也知道這樣不好 我告訴你 他不會改變 他知道不對 他不會改變 結果他講出去的 他就不會再改變 這是 這就叫做賴清德的性 然後他說 前一陣子他不是說 我要維持蔡英文的路線嗎 你看很清楚 確實有做到了 因為他維持的是外交斷交的路線 所以這路線你給他看就是這樣 他不會改變 他也不會改變 但是你從內閣的部署 你可以看到賴清德的意志加強 所以我從2010年在台南 都對他 他用的人包括他用了誰 我從來不會去反對 可是我針對你就是 就是因為人是你用的 所有的施政的責任 就是必須要你負 本來總統的高度可以拉得更高 但清德兄你今天既然這樣的安排 那未來的政治責任 你就必須要多一點點 擔貸跟承擔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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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